红龟龟什么环境的养人发黄 其实爬行动物的体色包括乌龟的体色 它跟环境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联的 越是有安全感的环境 它的体色就相对越艳丽一点 越是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环境 爬行动物的体色越是要暗淡一点 为什么呢 在一个比较有安全感的环境 它的整个营养代谢 包括它的身体状态都是达到一个顶峰的时候 那它表现出的体态 包括运动能力 包括它的甲格的光泽度 都是最顶级的 一旦进入到一个比较不适应 并且营养上来比较差的一个环境的话 它的体色一定是很差的 那要头龟龟 你如何养住它一个比较广的体色呢 一定记得一点 就是把光线调暗一点 这种国家 它比较喜欢在一个空暗的环境做生存 吃到的时候 它会自体上来晒太阳 不需要以人为的去调整它 去晒太阳的一个时间 所以说我们只要给它营造一个 比较昏暗 比较安静 比较有安全感的一个环境 这种环境 就可以帮助它 把这个体色完全的发出来 同时营养也非常重要 要选择一些优质的 品牌比较过硬的一些桂粮 去给它吃 同时还要补出一些额外的蛋白质 比如说鱼和虾 我相信这种改善 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你 养出一只体色非常完美的 一只桂桂桂的 ijs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